大家好,我是雙火球 這一次要來開箱一個東西 就是Sony的攝影機 那這個攝影機很多YouTuber都是用這個攝影機 還蠻酷的 那現在就是這個片段就是用這個攝影機拍的 但其他片段沒有用攝影機拍 那是因為開箱的時候出現了一些小問題 那是什麼小問題呢?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為什麼開頭現在才錄呢? 因為 我忘記錄了 好,那麼影片開始吧 那現在開箱一下這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是相機 然後就開嘛 那這個相機當然不是別人送我的啊 是自己去買的 那花了不少錢 但我希望它可以滿足我的需求啦 那再來是很多人推薦的 那怎麼送這麼多盒子啊 這盒子該不會是防撞的吧 欸,這盒子是空的欸 這盒子是空的欸 超酷的,你看它這邊 送了一對這個當防撞盒 然後這是空的這個盒子 這是什麼 這是那個硬碟的盒子 開始漲發 好多好多硬碟喔 買一個相機送5顆硬碟好爽喔 那本體是這個 對啊,它本體跟我想像中一樣大 我想像它怎麼用這麼大的箱子喔 結果沒有分體這樣子欸 那箱子就 咻 好,沒關係,繼續開 那這是Sony的CX450齁 它就長這個樣子啊 大概長這個樣子吧 然後它又寫它的保固 是一年半的 欸,兩年的保固 原廠兩年的保固 對,那這台相機 是很多人推薦的 那也是比較大眾化的 我比較喜歡大眾化的東西 那打開就是這樣子嘛 就是這台 這台我已經有去看過磁機了 就蠻小一台的 等一下拿出來就知道 其實很小一台 那,欸,這我不知道幹嘛的欸 這個是幹嘛的 這個是幹嘛的 這個不知道是幹嘛的 那再來就是一個相機包 對,小小的相機包 裡面可以放相機、電池、充電線什麼的 那再來就是保護塔 這個是保護塔 好 欸,我發現一件事 就是它這邊有一個這個欸 有一個這個 透明視窗 你看透明視窗 啊,箱子永遠都不是重點好不好 那先來開本體再開配件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 索尼的本體X450 還蠻多人開箱過太陽相機的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多多介紹吧 那就是三本說明書 然後裡面就是 相機本體在這裡 這就是它的相機本體 這就是它的相機本體 很小一台齁 超小一台的 這個相機其實 你看 雖然 可能看起來是B8等級的東西 DV等級的東西 可是它其實很小台 它其實跟現在在開設這台相機差不多大 對,拿出手機來比較一下 它其實 它就是比手機還要小 然後大一點點的 其實很小台 它就是它的本體 它就是它的本體 超輕的 拿起來超級像玩具 它可以打開 好,那它現在是沒有裝電池的狀態嘛 所以就是要先裝電池上去 那這就是電池 哇,它的電池好有質感喔 那電池上面的貼紙 超級有質感的 好,那廢話不多說 就 應該有電吧 其實我沒有很確定 現在開機吧 好,那反正就是 一台新的攝影機 那它該有的都有 那還有這個 HDMI的輸出線啊 然後記憶卡 然後這個是 監聽的跟錄音的 那個外接麥克風 然後這邊是這個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 這個 是什麼東西我就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 這我不知道是什麼 那 我之後再自己研究就好了 那上面這邊就是 放近跟放遠 那這個放近跟放遠超酷的 因為它超快 對,一般的相機沒有什麼快 它對焦速度很快 那上面有一個拍照鍵 所以這台也是可以拍照的 那這邊就是它的 最重要的錄影鍵了 對,這就是它的錄影鍵 好,那接下來呢 小開箱就到這邊結束吧 那再來要拍的是這個東西 現在要為大家開箱的 這個東西是屬於 Rod的最小支的麥克風 它的名字叫做 Videomicro 那Video就是影片的意思 Micro就是微小的意思 所以它就是說 這是一個很微小的 指向型麥克風的意思 那這個麥克風收音效果還不錯 算是CP值很高的一個選擇 但是想當耳入的東西 其實是特別貴嘛 畢竟它在麥克風界也是屬於 鼎鼎大名的品牌 所以說它的售價 其實也沒有便宜到哪裡去 那我們等一下來聽一下 它的試出來的收音結果 會如何吧 好的,那現在來測試一下 我們這個新買的麥克風 那目前是接在手機上面啊 因為出了一點意外 那我們在頂樓這邊 這邊風超大的 那剛剛下完雨 風景還蠻漂亮的 那我就來邊測試一下麥克風 和邊介紹一下 我們家超高的風景吧 那來看一下這邊齁 好啦 這邊就是 呃 台中市附近啊 那很高吧 有沒有 因為剛剛下完雨 所以說 整個風景都還蠻漂亮的 還不錯吧 那主要是要來測試一下 這支麥克風的收音表現啊 那這支屬於指向性麥克風 所以說它只會對單一點進行收音而已 旁邊別人講話可能就會沒有那麼清楚 旁邊別人講話可能就會沒有那麼清楚 好吧 這風景還不錯呢 那等一下就要回到家裡面了 那 那 呃 現在你可以看到最遠處那邊有山區對不對 那假如說 平常霧霾大一點的話 就是空氣污染嚴重一點的話 其實是看不到那些山的 所以說很難得現在剛下完雨 空氣比較清晰 可以剛好看到那些山 好那這個麥克風就先測試到這邊啊 這是最初步的測試好不好 好啦那這一台也是蠻多人開箱過的 因為我都選大眾產品啊 所以蠻多人開箱過的 剛剛有看到開箱畫面嗎 就是這個 那個 就是RODE的一個還蠻實用的 小的麥克風 那麥克風這個好處就是 它是指向性的 所以說 不會像一般的相機 它是廣余性的收音 那其實這一台那個 相機錄影機 原本就有一點點的指向性的功能啊 但是 還是沒有來個麥克風好 所以我打算就是 麥克風要把它放在這裡 啊對 那這一台那個 攝影機最可惜的地方 就是它上面沒有那個 可以固定的地方 所以我打算 嗯 看要怎樣把它 黏上去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啦 好啦那這一次就沒有這台相機的 攝影畫面 也算蠻可惜的 那 之後有影片的話 應該就會 大部分都會用這台錄啦 那也有可能會用小相機錄 也有可能是用手機錄 啊對 因為這個麥克風是可以接手機的 很不錯吧 那基本上它這個 防風罩裝上去之後 防風能力超強的 我在那個頂樓 測試的時候 它風吹得很大聲 然後都沒有什麼那個雜音 算還不錯 那以後主力相機就變成這一台啊 這樣還花了我快兩萬多塊吧 呵呵 好吧那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囉 喔這個腳架 完全忘記開箱了呢 那這就是這次的腳架 花了我大概六百塊吧 好腳架結束 大約你 在這幾百塊吧 再去就是你 約一百塊吧